我们在昨天的华裔L之夜的慈善活动在上海也是举行了 那包括像陈龙 张震 杨幂 霍思燕 杜江 陈鹤等很多的娱乐圈的明星们都是亮相捧场 那么相比那些比较严肃的红地毯 这回他们的表现也是显得轻松自在了很多 向来热衷慈善的陈龙大哥率先亮相红毯仪式 其实在这次的上海电影节上他首次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展 作为中国功夫的形象代言人 陈龙的影展可是很不一样的 希望把所有世界各地的影展 忽略的一些奖项 我在里面拌出来 我会拌那些幕后的弟兄 动作导演 动作舞动指导 最佳动作男影人 最佳动作女演人 紧随其后 黄多多小朋友和妈妈孙丽一起踏上了横毯 年纪小小的他为活动送上了自己的画作 参加末拍 心机奶爸张震这回也是独自亮的上红毯 不过想起家中的小宝贝 这甜蜜叫可是一发不可收拾 霍思燕和杜江则是一如既往的恩爱亮相 当然还忍不住透露了好朋友李诚和范冰冰的近况 最近好朋友李诚也是跟范冰冰两人共住了 是不是他平常也沉浸在这个世界当中 当然 恋爱中的人最开心 最受瞩目的当属新婚夫妇高曙光和王林 虽说这两年高曙光鲜少在媒体镜头前高密度曝光 不过三月求婚成功的消息一传出 依旧让不少人好奇这个新娘子到底是谁呢 我太太王林 刚开始起中是想在大理给她办一个生日 生日趴的 后来灵机一动 也确实当时有这个念头 就临时的一个求婚移书 太太有没有感动到当时 有有有 您当时那一刹那是什么感动的 傻了 傻了 对 呆了很久 多久才放过身来 然后就一直狂笑 好几秒吧 最起碼 其实是不是高曙光老师也是很特别浪漫的 浪漫好像没有 还好吧 有一点吧 应该不能说一点都没有 对 就求婚一路是挺浪漫的 都说友情喝水饱 高曙光和太太王林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情婚不久两人都抛下了自己的工作 一心之相和对方腻在一块 最近因为我们去好多地方都度落蜜月了 你比如像哈瓦那 泰国 准备还去日本 我们想这段时间好好休息就去 不度蜜月 现在选择生活的基调就是跟太太一块 两个人一起在外边周游世界 啊 享受生活 日前被网友拍到疑似和张子轩 同游泰国的成鹤也亮相活动现场 其实成鹤面对媒体好像是准备了120颗戒心 采访什么的一律不接受 只顾和群众好友们调侃寒暄 因为他们我是不是做世界冠军 经许在线上还采访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